当然有人说党主席是一个饥肋职务 但是事实上就赖金德来讲的话 他一定不持党主席 所以大家不要劝他持党主席 况且民进党内已经有了共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在选前我就预测 我希望赖金德能够退留 赖金德一定要退出新潮流 如果他不退出新潮流 包含民进党内部都有人在反他 因为这一次的选举可以看得出来 新潮流是为了一系加上赖金德 不惜牺牲其他的立委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新潮流这个组织多么的狠毒 就是为了自己隆登大位 可以不惜牺牲同志 我们可以这么说了 新潮流在这一次立委的选举上 我统计了一下 总共有17席加3席是清新潮流的 他总共就有20席 51席里面是20席 假如清新潮流都不算的话 就是是7席 占了所有席次的三分之一 各位就可以看 新潮流多么的狠毒 现在英系也好 苏系也好 永元会也好 包含郑国会也好 这一些四大系统 他当选人数都是个位数 苏系变成的小派系 永元会也变成的小派系 那英系本来是一系独大 现在也变成的小派系 各位去看看 你看看 就是说民进党的几个大系 截至目前为止 全部变成小派系 新潮流一系独大 新潮流一系独大 如果赖清德 没有退流的话 坦白说 这一些所谓的 其他派系的立委 对赖清德是点滴在心头 所以赖清德现在退流 你表面上是退 但是实质上 他有17加3个进卫军 总共20席 总共这20席就能够 保赖清德 这个四年之内 谁敢去斗赖清德这20席 必然会反击 从这个地方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新潮流是如何的狠毒 那其次 新潮流是一个内归非常严明的派系 就是说所有参与新潮流的人 好比说立委你不准募款 所有的款项是由新潮流的总招 那这个总招呢就帮你募 募到的钱就是平均分给 新潮流系的立委 那其他派系都没有 各位就可以看到 新潮流内归严明 虽然很多人讲2006年 陈水扁说要解散派系 你新潮流派系也解散了 其实没有都是规策 那现在赖清德的下一步 无论是国民党 无论是民众党还包含新潮流 还包含民进党内部 说你要不要辞党主席 我可以告诉各位不要闹了 赖清德绝对不会辞 第一个党纲党章规定 赖清德可以兼任党主席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赖清德兼任党主席 有一个好处 用党纪处分 所谓党纪处分呢 如果其他派系不服从 赖清德的领导 那就对不起 我就用党纪处分 蔡英文就用这一套 所以蔡英文去没收了 好民进党的决策权 只要跟党唱反调者 一律停止党权 注销党权或者开出党 所以呢赖清德一定会学蔡英文 有样学样 他不会辞党主席 一旦辞党主席 就跟现在蔡英文跟赖清德的关系一样 蔡英文一辞党主席以后 你赖清德全面掌控了提名权 那2026 这个是赖清德一定要掌控的权力 否则别人反他的话 他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事情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得出来啊 你赖清德兼任党主席 推民主联盟了 召集党外了 太阳花了等等这些 虽然通通失败 但是没有人敢挑战赖清德 原因是什么 就是怕党纪 赖清德只要辞了党主席 朝小野大 民进党其他派系不服的话 那随时都可以整案 所以呢 赖清德 由于他是一个少数选出来的人 他很怕权力的割裂 所以他必然会党政一体 这个就是赖清德 所以很多人说那你要辞党主席 我告诉各位 马英九说过了 他不兼党主席 到了最后他还是兼了 因为没有办法 你没有党纪的话 这些人不会听你的 况且一个党主席天天跟你捣蛋 你也会非常痛苦 就跟蔡英文 在2022辞党主席以后 你看赖清德什么时候听过蔡英文 因为他提名权在握满 党主席的宝贵 就是抓紧了党内的提名权 我们现在不要小看 他这个党主席的职位 他这个党主席的职位 尽可攻最可舍 当然有人说党主席 是一个饥肋职务 但是事实上就赖清德来讲的话 他一定不辞党主席 所以大家不要劝他辞党主席 况且民进党内已经有了共识 经过这一次的惨败 要巩固领导中心 那巩固领导中心 就是让他继续兼任党主席到2026 就是2026选战完毕 那个时候再来决定 你赖清德自己要不要辞党主席 从这个布局里面 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 不管外界怎么说 退流是一个假动作 辞党主席是个假议题 只要我大权在握 只要我喜欢 有什么不可以 所以啊 赖清德绝对不会辞党主席 自毁长城 这也就是说 你民进党的特性 就是向权力靠谱 表面上他辞 他退流 他退出的新潮流 但是我实质上 我可以告诉各位 新潮流一定暗中支持他 反正我17席 加上3席党有总共20席 民进党只有51席 各位就去看看 他的力量那有多大 蔡英文都没办法做到的事 赖清德做 虽然他是少数选出来的 但是他有这种实力的话 当然能横行民进党 这个就是赖清德 他不会辞党主席真正的原因 因为至少他有四项权力 第一个提名权 第二个决策权 你第三个开除党籍的权力 那第四个最为重要 党政合一以后 他的资源可以直接下打 或者下放 这个如果他一旦辞了党主席的话 反而是问题的开始 而绝对不是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